秋高气爽 好天气 六宠物 六小孩 全家出动 但同一时间 今年第20号台风闪电 正在台湾东南方海面上蠢蠢欲动 不免让人担心是否会带来坏天气 在周二 周三这两天的话 会在这个飞飞东方的一个外海上面 是呈现一个打转的状态 导引气流减弱 闪电滞留 这两天对台湾天气影响不大 周四以后重整结构再出发 但由于太平洋高压增强 各国预测台风路径将不会偏北 增强涨胖几率也非常低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有机会达到 所谓轻度台风的这个上限 要达到这个所谓的中度台风 以上的台风 目前看起来 机会相对是比较低一点点 5号的时间点 闪电台风 它应该会蛮靠近菲律宾旅宋岛 北边的陆地 目前看起来 还是以这个往西移动的一个趋势为主 到市民后两天 东北风增强 将会为桃园以北 和东北部地区带来局部降雨 提起民众出门记得带上雨具 台湾新闻 钟子元 梁家明 台北报导 好 再来